大家好,我是CB,C1子比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要像石头这么坚硬 还是像水那个样子 去哪里都可以 今天呢,故事是发生在这里 这个是主角,我的小猫咪 其实我非常喜欢小狗小猫 但是呢,我的小猫咪今天 把我的花花草草全部吃掉 而且是在白色的地毯上 我看到以后很生气 irritated,不高兴 但是怎么办呢 想起前两天我做的视频就说 遇到negative energy 不高兴的事情或者是负能量 首先我们第一要说 Thank you for sharing 首先承认它 然后呢,感谢你的分享 我就跟自己说 第二,我知道怎么应付 然后第三,改变我的视线 我就开始在想 这样子的事情令自己不高兴 其实吃亏的自己 因为呢,心情不好会减低我们的免疫能力 然后像石头这么硬是会脆的 但是像水,水是什么样子的呢 水滴石穿 对了,水滴石穿 那就不一样了 水连石头钩都可以滴穿 穿过,会破 所以呢,我们要像水那个样子 Flexible 非常灵活 这样子的话,无论是我们流感期间 经济不好 或者是遇到任何问题 我们都可以解决 好的,祝大家 Stay Healthy Stay Happy 记着,石头很容易被拉脆 水就不一样了 水呢,是非常的灵活的 正所谓 水滴石穿 好的,祝福大家 Stay Healthy Stay Happy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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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